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7日星期三 今天焦点仍然有我周天卫和拍档 我周庸 继续跟大家讲讲今天的时事热话 Robert 警方昨天破获了港独恐怖组织 江城者的炸弹实验室 据损证 据报道当中有六个中学生 一名网上平台出租车的司机 另外有一对夫妇 他分别是证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 管理层公关及传讯主任杜尔斯 以及他任职中学教职员的太太 TA于行动建成了 製造TATP的儀器、少量炸弹 製造土製炸弹的化工原料 以及大量施集时会用的通讯器材 亦有些英国用的SIM卡 气窗、行动计划书 另外警方击结了60万资产 警方说这个组织精密分工、有金主、堪测组 及製造炸弹的小组等 他形容炸弹实验室的设计 设计在尖沙咀闹市的宾馆 他说行为十分疯狂 其实很特别的地方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件事 大家有些事情一定要明白 第一 这群人很狼 真是狼到真是狼到 真是狼到华寿的狗 不是开玩笑 第二 疯狂的 即是疯狂 疯狂的 这两点都有 为何这样说呢 因为首先一件事 光成者在警方的雷达出现 不是今天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你看回以往所发生的事 就是这样 在今年1月31日 光成者摆街站 摆街站被警察 当时已被警告 可能会干犯国安法 说法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当时在街站的人 应该抄了他们的身份 一定是抄了他们的身份 即是警方已知道有这群光成者的人在 然后发生什么事 然后再捕了三个人 然后再捕了三个人 也在部分人的家里找到 宣传港独的物品 事件有七个人被捕 是 部分是涉嫌 即是违反国安法 1月的时候 然后我出来做街站 抄了你的身份证 第二 5月5日 然后进去将军澳学校偷东西 被警察捕 捕了多少人 七个人 七个人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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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四个人被人 告了一项入屋犯罪 提了课 他们的岁数 十九岁 十六岁 十八岁 二十岁 全部 都是报称 是学生 好了 捕了 总共有七个人被捕 有四个人被告 如果我们看回今次 是捕了多少人 捕了九个人 其中有多少个 其中 学生的 占了大部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出租车司机 我们有理由 就是这样看 就是总共捕了九个人 有七个以前被警方捕过 或者是询问过 即是换句话说 喂 警方知道你在做事的 他又知道警方知道你在做事的 还敢继续去的 你说是不是瘋子 真是很瘋 是没可能的 老实说 如果你是学生 你去偷东西被人捕到 告了你 你还会不会继续走 即是不害怕 即是不害怕 即是你一定要问 这班光承者 有没有脑子 被警察查的时候都做到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警方一着告他 一着放一条长绳出来 让他自己会不会掉颈 一直查下去 似乎今次拉多那两个人 就是那一对夫妇 是的 他应该是金主 照媒体报道 似乎他们是金主 他们用钱去找学生 你说他们拿钱出来 我不怀疑 但你看看他们 这对金主 做什么 你说浸会大学 持续教育学院 你不要听管理层 那三个字 任何人不是前线 就是管理层 差不多这个意思 做什么 公关及传讯主任 付多少钱大学 五万 四万 六万 这些数字 一个五六万人工的人 就可以做到一个恐怖活动的金主 你不是骗我 你说你收到他 所有的钱都抄出来了 多少钱 六十万 是的 如果你两夫妻有六十万 即是储蓄有六十万 你去英国你都未必够 勉强 是不是 你还要拿钱出去 做这些恐怖活动 有没有搞错 中学教职员 她的太太在做 那天又是几万人工 那你告诉我 整件事 是很奇特的案子 不过他们有报道 有说过这两个夫妇 在黑暴时 他们做过家长车司机 所以经常车中学生 黑暴时 所以就认识了他们 所以大家一直继续联络 从中用钱去利誘他们 招揽中学生去施集 Rober 你看他们的计划书 好在就是拉倒 计划书是夸到七月内 目标是 七月头半的月 目标是包括炸弹 放炸弹 包括在海底隧道 铁路 法院 甚至在街上的垃圾桶 或者突然间有汽车炸弹 炸弹爆炸 你想想想 大家有没有想过香港会这样 但一个很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这宗人 这宗人 这宗光成者拉座 在社会 警方当然是 不想发生 很开心 很出声 但是在社会里 震撼性是否很大 听我说 社会里面的震撼性是否很大 答案就是 其实不是很震撼 理由是为何 因为没有发生 如果大家想想 如果香港突然间有个汽车炸弹 死了不知 死伤有死伤 或者在海底隧道爆炸 这样 然后拘捕人 香港人就真的会害怕 但是警方今次做什么 警方就很清楚 就说 我先跟 放长线 我跟 跟到一个位置 我让不让你做一件事出来 警方国安局似乎告诉我 他们不想香港有炸弹发生 所以在他们未做之前 拘捕了他们 那个后果是什么 香港人当是没有什么事发生 我觉得 不死到临头 或者不死 站在死 或者有人死之下 香港人都是不害怕 没有办法 就像7月1日 兇徒梁建辉 你想想 可能你不是真的看到他 他不是真的行动了拿刀 当然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發生 但是你真的有个活生生的人 其实大家都 整天都说 其实有些人是疯的 有些人是疯的 但刀刀 不是真的有事件发生 你真的 是看着片 有人拿着刀去捅 去插警察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觉得 这些事是会发生的 是真的发生的 是的 你说出来是没有用的 警方说这个人准备做这些事情 老实说 当然大家都不想他发生 但是你做了 那个社会 又是反应 是平平淡淡的 真的很奇怪 但你又要想想 你看看那对夫妇的计划书 那对夫妇的计划书 只得六十万 他给多少钱你走老 好了 但是你一走老 回不了你 为什么回不了你 因为你明白 因为香港没有了逃犯条例 而英国是不会承认你香港 通缉任何人 就算你是恐怖分子 他都不承认你 即是你走脱了 你就脱了 你就捉不到你 所以在今次来说 你要明白 就是说 是不是就是这九个 我相信 再抄下去 就一定不止的 不过 所有这些案子 都是开头的时候 我放长绳 慢慢等你 等我慢慢跟 跟到差不多 我一定要抓你 你抓了你 擺明去你学校 去哪里 找你的东西 才能找到一些东西 光成者这件事 老实说 香港是幸运的 因为没有爆炸 没有炸斗 即是没有人伤亡 这就是香港很运的事情 但是 换句话说 香港人害怕不怕呢 照我看 香港人还未会害怕 真的未会害怕 有时候香港真的 是不是要受这一劫 是不是要受一劫 你说得很对 是不是真的要爆炸 我觉得是迟早的事 即我不是看低警方 而是因为 一连串的事情 你都不会发觉 这么多狠人 其实他们自己有没有心寒 我想问 他没有 他没有心寒 因为他不会害怕 他在本地 因为你遇到那些 全部都知道你在哪里居住 在哪里跟着你 你有什么事 马上踢你走 你要明白 这件事 英国收得你的 一定是跟你的 怎会不跟你的 但问题是 他想你跟你的意思 就是 你不可以在英国搞事 今天我们先说到这里 OK 拜拜 拜拜